人在生活中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手的帮助 但是你们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 为什么五个手指必须长短不一呢 甚至有强迫症患者认为 五根手指整齐化一不应该更美观吗 嗨科普了 闪电哥今天带来手指长短不一的秘密 从生物角度来看 人在胎儿时期 手指最初都是一样长的 不过每个手指都有一个特殊的遗传码 这时它们大约都是一毫米长 并由已做好生长计划的软骨细胞构成 由于每个手指都有各自的特性 个体发育时 手指通过使用一种特殊信号传输分子来独自成长 每个手指都会接收到一个不同的信号 从而使手指长短不一 拇指是受信号传输分子影响最小的手指 所以比较短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人类由原始时代的猿猴演变而来 它们的手指又长又弯 手掌还特别宽 而拇指却是又小又无力 它们可以灵活地攀伐树枝 也比较擅长用指关节行走 但是有些事情它们难以做到 比如说抓紧扣捏 而现在我们的手掌较短 这可以使我们的拇指紧紧地估住 食指和中指 那么是什么让人类进化 使原本形状一致的手指 发展到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手指模样呢 最受欢迎的理论说 这些变化是与工具一起发展而成的 古人需要用手指从树上摘取水果 从猎物身上获取内脏 从以学中掏取虫体来获取食物 由于每种食物的获取方式不同 所以人类意识到 它们需要更好的工具来生存 这就意味着 它们的双手必须变得更加强壮金汉 才能制造和使用新一代的工具 如果五根手指都是齐的 就像个铲子一样 操作会非常不灵巧 相反如果五根手指长短不一 那它就会像一个箭头 可以快速地获取食物 同时也可以使手的抓取更加牢固 尤其是大拇指的分开 更增加了手指的张开幅度 使手的功能大大加强 此外 丛林野地中为求生存的竞争 也是手指长度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 从物理角度来看 五根手指各有各的特性 每根手指的受力点不一样 这使得发育方向也不尽相同 人类必须掌握住 两种非常关键的抓握能力 才能使用工具 一种是精确抓握 还有一种是强力抓握 如果你曾看过手拿棒球的运动员 你就知道什么是精确抓握 因为你必须把棒球握在指尖和脯指之间 在强力抓握中 你需要用所有的手指和拇指包围住东西 而黑猩猩的手就做不到这个动作 还有一种理论与基本的滋味形式有关 你把手指卷进手掌内 然后在顶端加上拇指来增加强度 这就形成了拳头 然而如果所有的手指大小长度都一样 那么你根本就做不到这样 不知大家是否了解 大概每两万五千个孩子当中 就有一个天生带有三节拇指的小孩 这意味着他们的拇指有一块额外的骨头 这使得拇指跟其他的手指一样长 但和其他的一些生物相比 人的手指还是相当均匀的 蝙蝠的爪子比其他动物长很多 一龙最引人注意的是 它有一根巨大的爪子 和三根小爪子 最后从数学角度来看 五根手指的长短划分 更加符合黄金分割点的原理 现在这个长度在抓东西的时候 指尖刚好在一个平面 大拇指粗且短 能够轻松地抓住东西 食指最灵活 写字翻书全靠它 中指比其他手指长 在辅助食指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名指和小指也可以起到辅助中指的作用 人的手指进化到今天 经过了漫长的过程 正是因为手指的长度不同 我们才能制作各种精致的高点 才能灵活地敲击电脑键盘 无论多么复杂的机器设备 手指都能组装完成 而手指活动的越多 就会使大脑接收到越多的刺激 智力也就得到了发展 听到这么多的知识 大家是否已经揭开了手指的谜团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关注我 下期带来更精彩的内容